大家好,終於來到我們的環台時間 今次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另外還有一位朋友,他叫阿希 我們準備用9天的時間環台,走四極點路 其實四極點是甚麼呢? 其實四極點是指台灣本島東南西北四個極點 分別有四個地方 最西點的角色港燈塔 最南點的俄聯比燈塔 最東點的三雕角燈塔 和最北點的富貴角燈塔 除了俄聯比燈塔我有保留之外 因為不完全算是台灣最南點 但是四極點環台都是必去的地方之一 另外這次我只會自己帶行李 不會有支援車 一來因為要支援車的話就要花錢 而且又要煩支援車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就非常之不喜歡 所以先自己帶行李背上車 這樣踩,那就好玩些 但也有個代價 代價就是我要背20公斤的行李去踩 今天第一早上飛機 沒什麼特別的 去接了阿希上車 大家就一齊直接去機場 但畫面就太閃了 我就不多拍了 因為已經有七年沒去過台灣了 所以心情的確挺興奮的 我們就選擇了在Papa Wales落腳 之後發現酒店有很多香港人居住 差一個櫃櫃還沒說廣東話 我就以為我在香港了 因為酒店也挺大的 我們都找了一陣子才找到我們的房間 你帶你的袋子 這個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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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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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Maker不小心啊 但其實袋子這麼厚 我覺得撞了也不怕 是23,24 是吧 我們沒有25 是呀,我為何沒有24 有23 沒有24 只有25 直接游 直接游 等一下,為何比我想像中小 那麼多 好像從新裝修過 你分哪 隨便 那我這張 你也把袋子放在那裡 我不想 進入房間發現 其實房間不是100%乾淨 我們竟然看到上一手留下的Tommy底褲 所以我就當99%乾淨 不過看不到我也不怪他們 其實就是好笑 之後就是安裝好車 等明天第一天的開始 餐廳就安裝完了 搞定 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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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在問 颱風真的會來嗎 我們看到 今年要發布陸上警報 機率最高的颱風杜蘇瑞 它現在清台機率的確增加了 而且甚至被形容它是強勢來襲 就是因為現在各國的路徑都預測 它鋪台機率非常的高 甚至氣象局也說 它的威力是不容小覷的 尤其我們來看到 杜蘇瑞如果 賬吧 放棄